從你的角度來看你覺得在罷韓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必須說啦綠營不要講民進黨 綠營相對是團結的 反倒是在國民黨不論是在議會在幕僚 甚至黨中央跟高雄市政府之間 好像反而有分歧存在是嗎 是的目前看起來的確是大家的意見很分歧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做對韓市場最好 那當然站在在野黨的角色 我們不管是時代力量不管是民進黨 其實訴求都很單純 然後從頭到尾都非常一致 就是韓市長你只要站到第一線 跟市民說明你現在施政的狀況 就會覺得那就是一個舞台 而不是絕對不會是一個說 讓彼此要製造對立的空間啦 那也是市長的責任 但很顯然因為看得出來 包括昨天我自己的發言被限制 包括說不讓韓市長答學 那很顯然就是希望有一派人很擔心說 韓市長一打就會錯講錯 多講多錯 所以很擔心不敢讓他發言 那這些人的確看起來就是對韓市長相對的沒有信心 所以才不敢把他推到第一線 了解 這是我們黃捷議員在高雄算是很在地的觀察啦 第一手的觀察跟我們分享 看起來好像韓市長跟國民黨這邊自己的問題 可能稍微大一點 怎樣怎樣怎樣啊 那有人覺得說哎呀 好好做市政 不要跟他們這個計較 那這些包含的朋友 他們也就是行使他們的公民權 或許過去在這個程序上面 或說現在在資源上面 中央資源上面 有一些不公平 但你要如何跟中央對抗呢 不如做好市政 就好了 好 兩派完全不同的說法 導致現在這樣的結果 是福還是禍